新冠病毒持续肆虐全球加上变种病毒来势汹汹 现在全球染疫死亡率最高的国家是秘鲁 原来秘鲁政府扩大染疫死亡的认定标准 校正回归后新统计的死亡数字跟调整前相比多出1.6倍 而确诊数和死亡数排名全球第三的邻国巴西 现在确说要接手主办2021年每周杯足球赛 巴西总统宣布将在四周举办本届每周杯赛事 只是记者会前的这个举动吓坏不少人 同场官员都戴了口罩 唯独波索纳洛没带还对麦克风咳嗽 过去24小时巴西新增4万3千多例确诊 为南美最多的国家 超越本来每周杯主办国阿根廷 居然还要办赛事让外界泡声隆隆 施营总裁呼吁美国释出更多疫苗给拉丁美洲国家 而美国国务卿也挂保证两周内公布8千万剂疫苗配送标准 另外英国则达到抗疫里程碑 魁为10个月单日临死亡记录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